有一個很創新的建議 就是要求買家在買了一個單位之後 就要參與樓宇維修的基金的供款 就為未來的樓宇維修去籌備資金 我認為市經局有關的建議是非常之離地 亦都會造成一個維標的風險 因為大家想像一下現在樓宇維修 其實主要是針對樓宇相當高的樓宇 政府強制驗樓都是規定30年樓宇以上的大廈才要參與 一般來說是30、40年樓宇才開始大維修的行動 而日常的屋苑維修的工作 是一般屋苑的管理開支已經可以應付到 是無需要額外成立一個維修基金去處理 我們也都見到過去在市場上有很多懷疑為標的個案 其實那些屋苑都是儲存了相當多的儲備 譬如一些租資的單位 是房委會當年賣樓的時候給了數以千萬 甚至過億元的維修基金 給這些屋苑日後做維修之用 很多時候這些龐大的維修基金 就變成那些維標集團眼中的肥豬肉 你的豬肉越肥越大 他們就越去提早部署 去要業主做些樓宇維修 我真是難以想像為什麼市建局 在業主第一年買樓就要他們參與樓宇維修基金的供款 我覺得有關的做法是極不可取 而事實上大家知道香港買賣樓宇是經常有發生的 事實上香港買賣樓宇是非常之頻繁的 你要第一手第二手的業主去預早供款 儲了一些錢 其實就給一些有心的人不單止是部署的遺標 就算有些法團的委員如果他是其身不正的話 也都會常常去謀注那些龐大的維修基金 去考納名目 開展不同的項目 以拆件式的方式去推動不同樓宇的所謂維修的工程 去掠奪小業主的血汗積蓄 所以我認為市建局推展有關的工程的時候 我認為他絕對不應該在現階段過早要些業主去供一些所謂的維修基金 其實過往我們看到有些屋苑都有成立維修基金 去應對未來的樓宇維修的項目 但是這些維修基金往往都是在屋苑 在屋苑已經是去到近20年30年才叫業主開始供款 而我自己身為發言人的反維修大聯盟 也都是不主張那些業主成立維修基金 去預早儲定這些捐款 因為擔心法團是會用這些捐款去考慮明目做project 除此以外我們也是擔心一旦這些基金儲了相當多的錢 其實很多小業主以為不需要再夾錢 對工程的監管輕視了 很多時候就不去開業主大會 以為不用夾錢了 就反而令到有些維修集團 就容易一些去做維修 所以我認為事件局的建議是絕不可取的 我們知道是有些維修集團 在這迷你所看的 跟鞋子的維修集團 是做維修集團 而是做維修集團 跟我們感染的維修集團 跟我們身為的維修集團 有很多維修集團 隱屜集團 因為我們有參與維修集團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is so huge. So our alliance did not suggest the property owners to set up any maintenance fund for the maintenance project. In case they need to conduct any renovation projects they have to hold a general meeting to discuss and pass a resolution and they can fully discuss the proposal and if the URA set up the maintenance funds too early and it will induce the big waking syndicate to target those estates to conduct their big waking activitie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t will also weaken the corporate awareness of the big waking activities since they may think that they already have enough maintenance funds, they do not need to pay any more. So I don't think it is a reasonable proposal made by the URA.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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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